沙摩伊基夏第九章第一節 大衛問說 蘇羅家環有聖下的人沒有 我要因約拿丹的緣故向他施恩 沒錯 我們看見大衛 他是憑他的良心做事 在沒有人管他的情況下 甚至冒險去做這件事 你會看到這個對他一點益處都沒有 我講的是一點益處都沒有 是不是 因為他是個皇帝 他向其他窮人 向其他這些手下 去一個仆人施恩家 但他向他的仇家的後裔去施恩 而這個仇家根本就是未停的 與他為敵 是不是 所以你會看到如果當這樣做的時候 大衛其實是可以說破天荒 在當時中東這個地帶 身為皇帝來說 對於歷代歷世以來的皇帝 是一個可以說民所未民的做法 所以你會發覺 就算連中國 除了遙信禪讓之外 你會發覺你根本不會聽到這樣的例子 在一個皇族裏面發生的 對不對 但這就是如我所說 祭神希望我們學習大衛有的這種優質 而這種優質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去反省你有沒有 而你距離那樣東西是多遠 而實際上原來我們每次敬拜讚美神的時候 我們自己讓我們的人生浸在這種同在底下的時候 就是為了我們去檢討我們自己之外 讓我們真的帶著這份的心情 去走出這些真理 而原來大衛行真理的方法 現在我們看到了 就是原來在聖經裡都未說過關於恩典的時候 還在舊約的時間 大衛已經懂得去施恩 他已經知道要恩典實際執行的方法 因為很簡單 恩典這個字就是 那個人是不配的 那個人是沒有賺回來的 那個人甚至不可以償還的 這個可以說中了 就是他整對他的仇家 他做這件事絕對是不配的 在環境上甚至許可的話 真的大衛殺了他也沒有人怨他 而實際上就是因為知道這個原理 約拿丹他自己的兒子是徐腿的 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原理約拿丹的兒子是徐腿的 原因就是他博人一聽到 即是蘇羅和約拿丹戰死後 他急忙就抱著約拿丹的兒子走 但走的當中因為一跌就跌斷了他 所以他就強腿 從此不能走 明白嗎 這個根本連那些仇人都知道是一個原理 就是說 這個族一族一族就會被人滅族 他們這個貴族 這個根本是一個 common sense 但我們看到大衛就是憑他的良心 去做而做得是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加好 因為他簡直是創新了一個做法 弟兄姊妹其實在信仰裏面我們跟從神 聖靈就是這樣在我們人生當中去帶領我們 你記不記得嗎 你有沒有想過既然神是這麼偉大 在永恆當中 我們去到神的身邊的時候 好像就沒有我們份 即是我們說句話也錯的 是不是 我們做一樣東西也錯的 不是呀 你在人生裏面你不是親眼看到嗎 原來我們信了主之後 憑我們的良心去做事的時候 其實永恆裏面都是一樣是這樣 大衛都不是說他完全什麼都不可以做 什麼都不可以說 但不是呀 你看看大衛會網 你看看大衛在這件事 在恩代若拿丹的後裔 你會說這些不是神叫他做的 但是是神感動他做的 所以弟兄姊妹 原來我們今時今日 習慣了憑我們良心去做事的時候 我相信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信仰是達非猛進的 你會懂得去恩代人 你懂得更多的搖書人 你會懂得更嚴格的要求自己 而更加對別人去寬恕 但是那些不願意憑良心做事的 就完全相反這件事 那些是憑什麼 是憑私心去做事 他們會懶 他們會給藉口自己 他們會行的會一件事 去違反聖經 但是他都自己為自己安藉口 他不願意去祝福人 但是他一定要別人祝福他 而這些人越接近神的受高者 或者領袖的時候 他就覺得被人管 又或者人家控制他 雖然這個不是別人的義務去輔導他 但是他處處要求別人去給他標準 而給他這個標準 他希望別人越降越低越好 而到有一天他做不到這些標準 他就會說這個要求太高了 別人控制他 但是仍然是那一句 沒有人想做你的爸爸 做你的媽媽 每一個人都應該負上自己的責任 但是為了愛心的緣故 你希望別人輔導你 會有人輔導你 但是另一方面 每一個領袖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很多時候真的憑愛心 去付出額外的時間 去輔導你們 去幫助你們 但是在信仰裡面 真真正正的成長 就在我們眼前看到 就是大衛他信了主之後 他自己的良心是活過來的 憑著他良心去做事的時候 其實在今天也在永恆裡面 你發覺你很輕易在神的身邊 受神的越納和寵愛 而這一個就是神希望 我們在大衛的生平 藉著建立大衛會墓 去傳遞給我們的信息 三摩義記下第九章 第一節 大衛問說 蘇羅加環有盛夏的沒有 我要恩若拿丹的緣故 向他施恩 蘇羅加環有盛夏的熱量 都太多了 天子 開玩笑 在阮尚之間 有盛夏的事 吻沙拉丹的緣故 心太多了 不堪惑 成了20無故 等等 父親 我心中 善了神情 此爱在我心 似温恋 愿纪念 歌中你口音 永连藏心足 都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